中国时报的报导是 2021的秋斗大游行 昨天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 珍爱藻礁公投领行人潘中正 这回他引用的是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的名言 以卵及时 在建议的高强还有鸡蛋之间 我永远都是站在鸡蛋那一方 强调人民必须要透过 公投翻转政府的不当政策 而作家朱天新则表示 没有办法接受主张民主的政党 在掌权之后 一点一滴的抢回权力 因此在这一回 希望能够用公投的方式告诉政府 你们还是我们的仆人 另外还要来关心的 这回是尼加拉瓜在10号宣布 和我国断交 转而承认北京政府 而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包道格已经说了 不排除北京试图转移外界 对美国主办民主峰会的注意力 至于还要关注的是 尼加拉瓜此举到底可不可能 产生所谓的示范效果 使台湾再度丧失友邦呢 对此美国前国防部的官员包适可认为 很有可能 这当中取决于北京 对哪国施压的力度来得最大 好当然宣布断交之后 大家都在看 会不会产生所谓的骨牌效应 对此前资深外交官借文集说 从经验来看 的确会有骨牌效应 而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他也坦言 台湾的邦交国当中 只有教廷 帛琉 还有马绍尔 因为有特殊的条件可以保住 美国如果对我国其他的友邦放手 都将保不住 只看中国要或是不要而已 而另外 旺报关注的是 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外交抵制 北京冬奥声浪之际 奥林匹克峰会已经指出了 北京的冬奥会的举办 将会开启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代 因此峰会坚决反对 把奥林匹克运动 还有体育政治化 同时强调的是 国际奥委会还有奥运会 以及整个奥林匹克运动 保持政治中立的重要性 还要告诉您 这是最新的消息 台南市北区南园街 有一栋四楼的大楼 里面都是出租套房 结果没有想到在清晨时分 近一点的时候 二楼某间套房突然是起火燃烧了 其他的成租房客闻到了烟味 半夜当中惊醒仓皇逃出 整个伙势大约是在20分钟之后 得到了控制 消防人员逐层清点 同时带下了三名的男房客 三个人并没有任何的大碍 最后和房东确认 成租17户19名的房客 都已经安全疏散 还要来关心的是 在新北市的金山区中华路 在深夜时分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有一名李姓男子他驾驶白色轿车 行经该路段的时候 直接碰撞停靠在路旁的黑色轿车 结果没有想到 整辆车竟然是骑了上去 倾斜45度卡住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 这男子已经自行脱困 所幸无人受伤 原警对他施行了酒册 酒册值高达了0.91毫克 立刻是把人带回征讯 在讯后依涉犯公共危险罪嫌 依送法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